经营六年多的脸书一夕之间全归零 台湾市议员李中这天周开记者会 说明日前粉丝专页收到不明英文讯息通知 照着指示操作后却被夺走账号控制权 并接到多通不明越南来电 虽然已经向脸书官方反映 但仍然无下文 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 封劝大家不要点击不明连结 避免受害 议员李中指责英文通知 表示因为点击不明连结 结果经营多年的粉丝页 脸书控制权被夺走无法再使用 接下来呢 就说我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呢 只能够对越南的地区才能够使用 然后呢我也接到了脸书的通知 说我已经不再拥有台中市议员李中 这个账号的完整的控制权 那我们也在这几天当中不断的跟脸书反映 我的账号被偷走了 是不是能够返还给我 那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所谓的有利的回应 所以等于这个脸 我的粉专呢 就完全无法由我控制 然后现在在干什么也不知道 李中表示脸书被害之后 疑似被移转到越南使用 他也接获多通越南电话 虽然有向脸书官方反映 但仍无效文目前也只能先到市刑大备案 希望警方协助厘清讯息来源 我还找越南人朋友来帮我回播看看 是不是这通电话有在用 确实那个电话呢 也是想跟他讲的那个越南朋友呢 跟对方讲了大概二三十秒钟 只要一提到这个脸书 他就马上挂掉了 因此呢我的这个账号 也等于是已经完全的被害客害走了 然后被偷走了 拥有一万多名粉丝的粉丝专业 一指化为乌友在也找不到 议员李中以自身例子 提醒民众不要轻信钓鱼连接 避免受害 记者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